深秋的阳光,还是温暖的模样,偶尔有几片叶子羡慕,斑驳了一地的惆怅,季节的分明像极了人生的冷暖,岁月无法挽留,都将老是刻花开花落间,总有善意和爱的花朵,一直开在心间,岁月漫长,总是要遇到新的风景的,路在脚下,心在路上,所以要让自己从容,总有一种灵魂的香气, 在秋水长天处,如约而至,总有一缕阳光,在风红菊黄时,温月心房,隔一程山水,常常感恩这一指相逢,无论山高谁远,无论岁月薄凉,终是安放在心地的暖,心于尘世,谁人不是,左手平淡,右手烟火,半快薄凉,半非明媚,喜欢那句,我来到世上不为别的,只为贴着温暖, 不用问时光都到哪去了,真心现在的种种,在阳光下,行走如花,越多年以后还有一颗明镜,若揪水的心,随着年龄的增长,越来越喜欢日常了,爱喜欢的所有,认真的顾好每一天,所谓的幸福,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宁静,在场的修行也比不过心安, 或许生活就是这样,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,冷暖交替,拥有和失去并存,如此,才是人生,秋风中的叶子依旧在树上瑟瑟作响,可已经不是去年的那一枚了,总有一些光阴,在春暖花开处绚烂,又在秋雨中惆怅, 总有些人,在最美的时里遇见,又在下一个路口离散,有些辗转,看似风轻云淡,转身,泪已清晨,日子重复着,却吟唱着不一样的曲调,季节的红肥绿兽里,遇见的还会遇见,离开的人会离开,不小心,就被揽上了光阴的风尘,该有多坚强,才能念念不忘,突经了四季的冷暖, 我还想跟随自己的内心,在风中续写你初见的模样,生活,一直在继续,从不会为谁而停留,心续是写在岁月宿间上的一抹白月光,即便是邂逅了寒凉,即便是已被写成相似的段章,依旧是安然无恙,想起大师风子海的话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灭过往,不惧将来,如此,便好, 就身处,心怀一抹温度,在冷暖交织的时光中做好自己,与光阴拔展,与岁月延欢,静静的品度生活的美好,长路漫漫,我们总以为最好的前方,其实最温暖的陪伴,一直在心上,最珍贵的懂得一直在身旁, 当秋风扫起落叶,当夏花不再芬芳,生活中将会归于平淡,收起毛中的眷恋,静下来听秋风,诉说细水长柔的长情,人生的真爱,不是花开时值得炫耀的流年,而是夜落时不离不弃的陪伴,写你阳光,明媚所有的忧伤,愿秋风不造, 岁月定美,之光不老,你我都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